先运长江一华今天一早为台湾的闷经济提出包含了 扩大消费支出 提振国内投资 激励创新创业 还有修正正所税 共四大面向是三项的提振景气措施 不过这铁药方是否真的能够替国内的景气去有解闷活络经济 我们马上请教中华经济研究院的吴惠林教授 为您解析 吴教授您好 你好 行政院为了提振经济推了13项措施 台股马上止跌翻身捧场 请教老师您是否也看好政府打破闷经济的努力 其实政府这样做我个人是其实蛮失望的 因为还是所谓的头痛一头脚痛一脚 像被人家骂怕了 说政府都不周围 现在开始周围了 好像表面上是一个好事 可是从中忙忙推出13项措施 到底是不是新品装旧旧 13项其实是非常多了 看一下 好像就是要来刺激经济 这个是用凯斯的那个所得横等式 所以后来刺激消费 然后刺激这个投资 那当然也要所谓促进这个出口 譬如说这个样子 那里面因为现在这个好像股市好像这个应声 这个往上升我们也知道股市 现在已经不是经济橱窗了 可以是反映这个消息面 或者反映这个人民 这个股民这两种信心 就看到这样的情况 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短暂的这样的反应 而且股民这个反应可能就是说政府 他要在证所税方面要再去修正 说不定这个甚至于把它这个废掉了 那这方面当然是这个讨论的这个 可以非常多的是讨论 不过我们不论是这样一种这个 这个到底是对不对 但是政府从中马马然后推出13项措施 要来刺激经济 我想这个还是一个旧观念 这个观念其实从安倍经济学 然后来看 我想并不是那么样理想的这样一种 说不定他会适得其犯 因为还是在吸毒 而这个毒性是越来越强 所以我希望这个政府应该是要静一下心来 好好去思考一下 那台湾内到底我们的经济要往何处去 而不要在充充满满 然后来做一些 即使是短期 看起来好像是有一种刺激的作用 但是会移下长期的很大的后遗症 再看起来 好